為了衝高兒童疫苗覆蓋率 台北市在12個行政區 開設集中接種站 要幫5到11歲小朋友增加保護力 另外隨著Novavax新疫苗抵台 北市府也開放預約平台 提供25000多劑疫苗 短短一小時就湧入2817人完成預約 我們整個台北市目前已經規劃了 大概4萬劑左右 包括預約平台2萬多 那醫院有1萬多 那再加上這個從7月8號就開始做接種了 所以民眾有需要的話 可以用這兩個系統 一個是預約平台 一個是醫院的一個掛號來接種 只要滿18歲以上就能選擇Novavax疫苗 這期預約將在下禮拜開始施打 台北市7月8號先在台大醫院 台北長庚等6家醫院進行 至於6個月到5歲的莫德納幼童疫苗 也會配合中央時程 預計7月中下旬陸續接種 6個月到5歲的莫德納幼童疫苗 那預計是7月中下旬開始接種 根據國外研究證實 Novavax疫苗保護力高達9成 副作用也比其他疫苗低 希望能藉此衝高施打率 早日度過疫情 這期邱世民台北保護